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我们来讲一起发生在1980年代的案件 这原本是一起未解悬案 然而在将近30年后 一位警探在详细研究完案情后 决定重启调查 使得该案终于有了突破 此案就是凯林斯特罗姆案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凯林斯特罗姆 这年他25岁 凯林性格外向很受朋友们的欢迎 他生活在美国犹他州的伍兹克罗斯 伍兹克罗斯是美国犹他州 戴维斯县下属的一座城市 旁边就是大岩湖 这里风景秀丽 是西班球最大的咸水湖 凯林从小跟着父亲长大 在他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史蒂夫 两人一见钟情 立刻坠入爱河 他们在高中毕业后就结婚了 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 刚结婚的他们 生活十分甜美幸福 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样的快乐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两人的感情渐渐变淡 并且出现了裂痕 在结婚三四年后 凯林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生活 她决定分居并搬去了继母家居住 然而没多久 一场厄运降临到了凯林身上 那么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凯林是如何遭遇不幸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1980年的6月5日 1980年的6月5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凯林丈夫史蒂夫在几天前打电话给凯林 她表示想把凯林接回家 并邀请凯林一起共进晚餐 由于这天是凯林的生日 马上又要到两人的结婚纪念日了 凯林就答应了丈夫史蒂夫的要求 两人在这天晚上一起吃了个晚餐 结束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家中居住 史蒂夫在大盐湖旁边的一家工厂上夜班 工作时间为5月12点半至早晨7点 史蒂夫在家中休息了一会儿 就出门去工厂上班了 妻子凯林就留在家里过夜 时间很快过去 第二天早上7点史蒂夫下班了 这时他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 提醒妻子起床上班 让电话无人接听 他又打了几个 然而还是没人接听 史蒂夫有些担心了 因为这个时候凯林应该会接电话的 史蒂夫担心妻子会出什么事 他立马打卡下班 并开车赶回家中 回到家后 史蒂夫先去了厨房 看看凯林有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纸条 告知行踪 然而史蒂夫没有发现纸条 接着史蒂夫就去了卧室 他推开了房门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见凯林面部朝上 躺在地上脖子上都是血 史蒂夫被吓坏了 他赶紧拿起电话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后 没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然而一切已为时已晚 凯林已不幸身亡 调查人员很快进入现场进行勘察取证 凯林穿着睡衣 面朝上 躺在地上 脚抵着墙 头部靠近床脚 红楼处有明显的勒痕 除此之外 在他的脖子 手臂等多处 还有一些抓伤 卧室里床上的毯子跟床单 掉在了地上 枕头也被扔下了床 电视从旁边的柜子上 掉到了地上 电源还连在插头上 屏幕还亮着 卧室的床是用铜制造的 床头的铜条有两根被撞掉 一根已完全掉在地上 警方判断现场 进行过激烈的打斗 家中除了卧室 其他地方都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凯林家的后门是宜门 有一根棍子把门卡住 从外面是进不来的 前面上的锁完好无损 窗户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警方推断 可能是凯林自己将凶手放进了屋内 或者凶手有防门钥匙 在进入屋子后 凶手跟凯林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凯林手臂上的伤痕 显示他曾经奋力抵抗 最后凶手用双手 掐住了凯林的脖子 致起身亡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调查人员开始询问凯林的亲戚和朋友 有人表示 最近凯林跟丈夫史蒂夫 出现了一些感情纠纷 史蒂夫承认自己跟凯林的婚姻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凯林住在他的继母家 但最近两人正在尝试重归于好 案发那些晚上 他还邀请凯林共进晚餐 两人的关系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缓和 史蒂夫的这一说法 得到了凯林继母的部分证实 继母说 凯林当天确实答应史蒂夫 共进晚餐的要求 但两人并没有试图重归于好 继母表示 凯林跟自己说过 最近打算跟史蒂夫提出离婚 继母早就看出两人的婚姻已无法挽回 因此他还试图让凯林不要赴约 但凯林表示 两人只是吃个饭 这并不会影响他想离婚的决定 正好可以借着这个吃饭的机会 向史蒂夫提出离婚 调查人员听完继母的证词后 觉得史蒂夫的作案动机无限增大 因此他们又找来了史蒂夫问话 这次的问话 大大出乎了警方的意料 史蒂夫表示他知道谁是凶手 那人就是凯林最近新交的男友巴夫 史蒂夫知道凯林在分居后 就跟巴夫交往 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去找巴夫倾诉 两人关系很好 史蒂夫表示 这个巴夫可能是嫉妒他们夫妻 两人关系复合 所以一气之下 就把凯林杀害了 警方随即找来了凯林的男友巴夫 巴夫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 并表示自己跟这起案件 完全没有关系 自己的确很爱凯林 凯林也很爱他 然而在一起很开心 他希望凯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此自己曾经对凯林说过 让他重新给史蒂夫一次机会 凯林的亲戚和朋友表示 他们都觉得凯林跟史蒂夫关系不好 而当凯林跟巴夫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脸上总是摇映着笑容 亲戚们表示 巴夫不可能伤害凯林 嫉妒的人应该是丈夫史蒂夫 而不是巴夫 巴夫在案发当晚 有着不在场证明 因此警方排除了巴夫的嫌疑 调查至此 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已经出来了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法医并不能得出一个很具体的死亡时间 他们只能通过被害人喂里的食物 消化程度与近视时间来判断 法医推测 凯林的死亡时间为晚上10点 至次日凌晨2点 史蒂夫当晚的上班时间是5月12点半 但他那天似乎迟到了一会儿 当天他在12点45分打卡 从家里到工厂 需要25到30分钟 离得并不算太远 参照警方推测的凯林遇害时间段 史蒂夫可能在上班前完成作案 然后再去工厂上班 史蒂夫的同时表示 那天晚上史蒂夫上班时 表现得很平常 并没有显得慌张或紧张 也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这时候史蒂夫又向警方说出了一个人 那人就是他的工友欧文斯 史蒂夫和欧文斯经常在一起喝酒 打猎钓鱼 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史蒂夫向警方表示 他觉得好友欧文斯很可疑 欧文斯跟史蒂夫 在同一个地方上班 史蒂夫上夜班 欧文斯上中班 因此欧文斯有作案时间 于是警方就找来了这位欧文斯 他们果然有了发现 这件欧文斯的手臂 脸部有着许多小伤痕 看上去很像是被人抓伤的 这大大增加了警方对他的怀疑 然而欧文斯解释 这些伤痕是上班时 不小心被金属碎屑刮到的 工厂负责人表示 机床上工作 时常会有金属碎屑飞出 车上被刮到很正常 至于脸上的伤痕 那天他在工作时 挖下腰准备拿东西 不小心头撞到了设备 所以就弄伤了 案发那天晚上 他在下班后跟一些工友 一起去酒吧喝酒 期间还打了一会儿台球 他们从晚上8点 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4点酒吧关门 欧文斯表示 自己在凌晨4点半左右回到工厂 他又不在场证明 当天欧文斯一起去酒吧的工友们 证实了这一说法 据调查 这位欧文斯跟凯琳 没有什么关联 两人在生活中的交集极少 警方实在找不出欧文斯 有什么作案的动机 所以他的嫌疑 也被警方排除了 根据警方的调查程序 欧文斯的DNA 毛发样本都被保留了下来 欧文斯身上的伤口 也被拍照存证 调查至此 史蒂夫给警方提供的两个嫌疑人 都被排除了 因此警方有理由认为史蒂夫在说谎 他不仅有着反复不一的说词 还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 另外史蒂夫没有不在场证明 在凯琳的死亡时间段内 史蒂夫可能还没上班 理论上 他完全有作案的时间 随后 现检察官发布了逮捕令 史蒂夫被指控一级谋杀 警方有一半以上的把握可以胜诉 法庭上所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一一呈现 然而这些证据全部都是间接证据 并没有什么有利的铁证 1980年12月 本案进行了宣判 法院判定被告史蒂夫 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凯琳的亲人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 随着法院的宣判 案子一下子石沉大海 变成了一桩未解悬案 然而凯琳的妹妹可可 并没有放弃 她一直在寻找着证据 她将找出凶手 是为自己的人生首要目标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水落石出 时间来到了2006年 这是案件发生的26年后 凯琳的妹妹可可 来到了警局询问姐姐凯琳案件的进展 过去的26年 她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像这样来自警局 警方都会表示没有新线索 事实上 警方已经几乎放弃这起成年旧案了 有一位名叫班森的警探 她被凯琳妹妹可可的执着所打动 她开始尝试了解 这起发生在26年前的悬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班森向上级提出请求 希望能够让她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可可找到了班森警探 让人一起努力寻找新的证据 随后 上级批准了请求 本案在2007年1月 正式重启调查 班森警探 重新查看了当年的所有物证 她看到了当年凯琳的指甲 认为里面可能存在着凶手的DNA 案发的1980年 DNA技术还没有用于案件的侦破 因此当时并没有对凯琳的指甲 进行DNA检验 于是班森警探 就把这些指甲送去实验室 进行DNA检验 在等待检验报告期间 班森打电话给了当年 其中一位嫌疑人 欧文斯 电话接通后 班森警探说 我是班森警探 我正在重新调查凯琳案 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些问题 电话对面的欧文斯听了后 显示出了极度的不安 她的说话语气 都有一些微微颤抖 回避了班森提出的许多问题 这让班森隐约觉得 欧文斯会许知道案件的内幕 DNA报告结果 正式了班森的猜测 凯琳指甲上 存在着欧文斯跟实际夫 两个人的DNA 随后班森又请求法医 重新评估凯琳的死亡时间 法医通过更先进的技术 通过当年记录的体温 跟温度的变化 得出凯琳的死亡时间 是在晚上12点30分左右 我们知道实际夫 是在当天晚上12点45分 打卡上班的 从家到工厂的通勤时间 至少需要25分钟 时间上肯定来不及 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 实际夫的嫌疑 而欧文斯当时又有不在场证明 晚上8点至凌晨4点 他都在酒吧喝酒 既然这样 那么为什么凯琳的指甲上 会有欧文斯的DNA呢 班森警探又去找了那天晚上 跟欧文斯一起喝酒的工友 据他们回忆到 当天晚上欧文斯 确实在酒吧里跟他们喝酒 期间他们还一起打了台球 但他们并不能确定 欧文斯整晚都在 如果欧文斯中途离开了 然后再回来 也是有可能的 并没有人全程都看到欧文斯在酒吧 班森警探查看了欧文斯 在1980年拍摄的伤痕照片 这些伤口看起来不像是机械造成的 而更像是有人抓伤的 至此 警方认为欧文斯的作案嫌疑重大 想把他再招到警察局来问话 然而他们晚了一步 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欧文斯以畏罪潜逃 从他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显示 欧文斯逃到了德州的圣安东尼 然后再从那里逃到了墨西哥 这让案件再一次陷入了泥潭 2007年3月 案件再次迎来了转机 警方接到了一则消息 欧文斯花光了身上的钱 没办法继续在墨西哥生活了 他只能回到美国 班森警探在得知消息后 立即打电话给欧文斯说 我有足够的证据申请逮捕令 劝你赶紧来自首 欧文斯逃无可逃 就来到了警局自首 他将面临一级谋杀罪名指控 在被捕期间 欧文斯的另一起案件 也找上门来了 1972年在加州的赫摩沙滩上 一位名叫金伯利的妇女 在沙滩上散步 欧文斯就冲了过去 对金伯利进行殴打 他很有手 紧紧勒住金伯利的脖子 试图勒死他 金伯利奋力反抗 最终逃走了 事后金伯利报了警 警察抓住了欧文斯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 接受了审判 法庭上金伯利确定 那天欧打他的人 就是欧文斯 但欧文斯的家人们 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最终欧文斯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起案件 欧文斯的家人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从家中 请了一位知名的律师 为欧文斯辩护 律师一来就提出了 一个知名的问题 凯林指甲上的DNA 不是来自于皮屑 而是金业 所以这不是一起谋杀案 而是一起性侵未遂案 至于为什么欧文斯 要逃到墨西哥 欧文斯的律师表示 欧文斯只是去德格萨斯州 见一个朋友 然后去了墨西哥 边境的一个城镇 玩了一段时间 到那之后 他才得到消息 知道自己在犹他州 可能面临一项谋杀指控 所以他才回国 并不是花光身上的钱 才回来的 由于证据不足 解放取消了 对欧文斯的诉讼 欧文斯被释放 班森警探 把1980年所有的物证 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希望从这些证物中 找到哪怕一丝有礼的证据 警方照这些证物进行拍照 然后经过计算机 将这些照片进行数位化处理 这样就可以不放过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 在班森警探的不懈努力下 他终于在凯琳的一件衣服上 发现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红点 经过仔细观察 这很像是一滴血 那么这滴血 能将欧文斯定罪吗 班森警探随即联系了实验室 让他们检验一下 上面是否存在DNA证据 这滴血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样本非常非常小 想要检验出的难度非常高 然而黄天不服有幸人 几天后 报告结果显示 这滴血属于欧文斯 有了如此有力的证据 检方在2009年3月 重新对欧文斯提起了诉讼 法庭上 在一个个铁针面前 欧文斯终于承认了他的罪行 2009年5月21日 这天是欧文斯的宣判听证会 在这一天 事件又发生了反转 欧文斯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认罪 他表示虽然是自己杀死了凯琳 然而整件事的主谋 是凯琳的丈夫史蒂夫 在几个月前 史蒂夫就叫他这样干了 当时他并没有答应 后来史蒂夫给妻子凯琳 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如果凯琳发生意外 史蒂夫将得到一笔 不菲的理赔金 史蒂夫答应欧文斯 如果事成的话 他将拿出一半的理赔金 给欧文斯 史蒂夫给了欧文斯 一把房间钥匙 欧文斯在1980年6月6日凌晨 用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 进屋后并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劝凯琳赶紧离开 并说史蒂夫想杀他 让他赶紧逃跑 不要再回来 凯琳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呵斥他叫他出去 然后两人发生了争执 欧文斯最后用手勒死了他 听证会上 史蒂夫自然不承认 欧文斯所说的一切 经过警方调查 史蒂夫确实为妻子 买了一份保险 这份保险属于工厂福利 保额为5万美元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 这份保单跟凯琳的案件有关 因此没有对史蒂夫提出上诉 如果有人提出史蒂夫 跟这起案件有关的证据 仍然会对史蒂夫提及诉讼 最终陪审团经过两天的讨论 一致认为被告欧文森 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起案件从发生到结束 已故经历了29年的时间 如果没有办身警探的重启调查 那么他将永远是一起悬案 有些遗憾的是 虽然案件已破 然而我们却不知道 欧文森说的是不是真的 史蒂夫是不是案件的主谋 案件结束后 媒体记者对居住在 科罗拉多州的凯琳的妹妹可可 进行了采访 柯克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我知道肉体杀害我姐姐的人 已经入狱 是他做的 至于史蒂夫是不是主谋 凯琳的墓碑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 只有上帝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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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